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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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奔喜湖的 錄像中間的平台 我已經起到快紅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C7EA 在一個風高夜黑的早晨 一群笑欸 我們現在在中壢交流道的下面 中壢小鼠來了 現在在等台北阿鳳的晚車 下午接完 他要去 五三三三十六萬 加上奉旗 小鼠 他要去跟我們走 一群笑聲 從大樓 他要去旅行 車子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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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游覽車已經要下來整座了 我們只有兩個人穿隊服 另外一個上廁所了 最近我有帶 好 我們現在正在前往海山36彎的路上 你應該是快要爬了 你應該是爬坡了 那小弟今天後面這一大袋 裡面裝的是單眼還有空拍子 現在拍片真的是很累 全部都要騎 沒有騎車 希望等下不會騎到幹掉 然後啊 我的下面 然後我的車子前面一樣是有 裝了一台4K的攝影機 下面有這裝了一台4K的攝影機 我想要把這個36彎整個路回去 可以踩去面 希望等下不會太鏘掉 走囉 走囉 沒力了 待會等人家 要這麼大檔 快去後期 快去後期 趁趕 阿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幸安關立他 呵呵呵 所以我們第一彎快到了 第一彎來了 第一彎 第一彎 eighth七十點開始了 第一彎 雪雪威尼 很妙欸 現在要通過第五個彎了 其實下面的彎還蠻 Gank的 280彎 看就好 第六彎 其實第五彎離第六彎蠻遠的 第七彎到了 很快 第六彎跟第七彎差好近喔 好我們現在來到第十二彎 這裡可以看到整個嘉義式的美景 其實騎起來還好不會 不會太累 還可以講話 順順騎就好 它這個路沒有很陡 只有一小段會稍微 陡一點點 這就是跟棕色路一樣的緩坡啊 就六趴左右 還蠻舒服的啦 只要等一下不要下雨就好了 我們繼續 好我們現在到阿里山國家 婚禮區了 看一下這個景 不錯齁 漂亮的茶園 大概十分之一 尤其兩位 十分之一 只要上升 四季 中文靜 也十分之一 超高 你 要 這裡是梅山第28彎 那這裡也是蠻多人喜歡拍照的彎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弧度 上面很漂亮 可惜我今天為了要幫大家錄完 所以今天沒辦法停下來幫大家拍照 好的終於到了第36個彎 本來以為到這邊就變平路了 沒想到大魔王就在後面 這跟那個Z-Wave後面那個Raw2Sky一樣 騎完之後還有一段陡坡啊 那既然是最後一段陡坡了 當然就稍微擠一點點牙膏出來啦 哇這是新蓋好的太平雲梯 梅山吊橋 終於到了 真的很久沒有來 對於這個全新的地標 大家都非常的新奇 對對對對 好 我們現在在梅山吊橋 這是一個新的景點 之前三年前來沒有 改天來一定要來走一走 新的太平遊客中心也非常的貼心 提供廁所還有裝水的服務 滿出來了 還是冰水喔 我都不知道這裡開了一間新的7-7 以前這裡只有雜貨店 雖然還沒有耶 三年前的時候 他已經等不及要吃便當了 雖然說到分期五便當 你趕快去買東西吃吧 看我的調裝物上面 我還好有限制 調裝物在最後一根在你手上 喔我的調裝物 快點我們補給完 補給完要來走啊 美肌模式打開 大火八了 70幾百了 77了 妖怪喔 Jerry哥 妖怪 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有人要說妖怪 我..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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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同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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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做服務飲料 呵呵呵呵呵 經過太平國小之後呢 就準備下花 那最後呢 我們留給Jerry哥工傷一下 我是北海道女婿喔 我從科技業轉直回到明年 到北海道 是海產 帝王蟹 有滴潮喔 滴潮 有滿滿的滴潮喔 現在本節目即將黑屏 我跟你說大家不來捧場我 我就變成那個暗黑界的北海道女婿了 不要這樣子對待我 所以你是北海道的家庭 好啦 關於接下來奔起湖的悲慘故事呢 我們就留待下一集跟大家介紹啦 感謝大家收看 敬請訂閱鎖定喔 掰掰 下集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再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